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下面我们就继续学习大乘起心论 以及偶遇大师的大乘起心论 灭网术 那么我们上一讲学到了利益分 修行学习大乘佛法 学习大乘起心论给我们带来的利益 这个利益分当中分成了四个部分 第一个出总劝文思修我们学过了 第二别识文思修功德我们也学过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学戒诽谤或大罪 还有一个第四部分 结识大乘功能 总结和显示出来大乘的功能 那么我们上一次学到了戒诽谤或大罪 那么我们先回到经文当中来 再学习一遍 若于此法生诽谤者获罪无量 于阿僧齐劫受大哭恼 事故于此因决定性 勿生诽谤自害害他断三宝种 断三宝种 那么 欧益大师呢 关于这一段的开示是这么说的 他的列网书说 有有自心一体三宝 方有世间一切三宝 若放此法 即是断三宝种 罪暴之大 甚于忤逆十恶也 在这里边呢 这个 马明菩萨 在经文当中提出断三宝种 断三宝种 三宝有果 有种 那么 如果你诽谤 大乘佛法 就是把三宝的果 成三宝果的种子给断掉 那么 欧益大师说 有有 由于有 因为有 自心一体三宝 方有 世间一切三宝 世间一切三宝 那么 若放此法 即是断三宝种 就是大乘佛法 罪暴之大 甚于忤逆十恶也 就不能不警惕 不能不警觉 这种事情 不是 不是一个 小事 那么 欧益大师提出了 一体三宝 又提出了 自心一体三宝 世间一切三宝 马明菩萨在这边 提出了是三宝种 看来 这个三宝 这个概念在最后 提出来 有它的意思 那么 我们在这里 要大概 简单的把这个 三宝的一个事情 给大家 说一说 三宝 咱们大家都知道 叫佛法僧 佛法僧 这个佛法僧 叫三宝 三宝有好几种 有很多种三宝 简单的说 有四种 有六种 等等 那么 有住持三宝 有这个一体三宝 等等 那么 欧益大师在这里提出 一体三宝 又提出 世间三宝 世间三宝 那么 世间三宝 和一体三宝 什么关系 世间三宝和一体三宝 什么关系 我们知道 世间是由于心的 生灭性产生的 那么世间三宝 也是心的生灭现象 也是心的生灭现象 由于心 有生灭的功能能力 所以在生灭的过程当中 产生了三宝 这个三宝 我们叫做世间三宝 叫做世间三宝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 《启心论》里边 给我们阐述 生灭门的时候 是怎么说的 他说 一于如来藏 有生灭心转 不生灭与生灭合合 非一非一 名阿赖耶什 此时有二种意 为能设一切法 能生一切法 注意到 这里边能设一切法 能生一切法 法宝出现了 那么 因为阿赖耶什 他能生法 所以 法宝 从心的生灭现象当中出现了 富有二种意 一者决意 二者不决意 决就是世间的佛 所以佛宝出现 不决就是众生 佛 法 僧 僧人 没成佛之前 叫众生 所以不决是众生 僧宝 在不决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你看 心的生灭现象 产生了世间 因为心的生灭能力 它能产生法 能产生佛能产生众生 所以三宝 是在这儿 所以 世间的三宝是这么产生的 是由心的生灭现象产生的 那么心的生灭现象 能产生佛法僧 其基本原因是什么 大家注意到 一一如来藏 有生灭心传 不生灭 与生灭 何何 非一 非一 从非一上角度来讲 有佛法僧 从非一上来讲 就是一体 不生灭 所以 因为 这一个真如体上 这个一体就是 心真如体 即是一法界 大总相法门体 大总相法门体 叫真如体 这个真如体上 能产生 三宝 就真如体上 自己具备 三宝 所以 这个真如体上 这个三宝 我们称之为 一体三宝 正是因为 有真如体上 本来自己具备的 这个三宝 才能产生 世间的 一切三宝 那么 我们说 真如体上 没有像 是不是 你佛法僧是三 怎么 真如体上 有佛 有法 有僧吗 有佛 有法 有僧吗 真如里面 一法不利 佛尚且无 着落出 怎么会有众生 怎么会有法呢 所以 我们对于 一体 有三宝 我们不太理解 那么 我们在学习 这个 大乘佛法的时候 在学习 启信任的时候 他开门简单就说 有法 极法 大乘 简单说 有两种 一种是有法 一种 法 有法 就是存在一个事物 它是大乘 这个大乘的事物里边 就是我们的心 为一切众生心 是心 则设一切 世间 初始见法 依此显示摩合原意 就用我们这颗心 来显示大乘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个心 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有这么一个 真实存在的东西 可以称之为大乘 这是事 这是一件物体 这是一件事 事上如果不总结出法来 这个事情没有力量 所以我们要深入的研究 这个事情是怎么成的 这个心 一切众生心 为有法者 为一切众生心 那么一切众生心 是一件事 这件事 我们称之为 给它一个名词 叫有法 有什么 这个有法 这两个字 我们说它叫事 它为什么叫有法呢 就是提醒我们注意 这个事情是拦法而称 拦理而称 这个事情不是空穴来封 不是自己称的 它是靠着一种理 靠着一种理来称的 这也说明 理由事显 事由理称 我们大乘的理 是靠大乘的事 来显示出来的 那么大乘的事 又是靠大乘的理来形成的 大乘的理叫理体 叫一体 大乘的事 叫做事相 那么大乘的理体 大乘当中 这个有法 这颗心 言有法者 为一切众生心 事心择设 一切事件 出事件法 依此显示磨合 言义 言法者 略有三种 一体大 为一切法 真如 在然在尽 性恒平等 不增不减 无别一顾 二者向大 为如来藏 举足 无量无边 功德 三者用大 能生一切 事出事件 善因果乎 那么 这个 众生这颗心 是一个存在的现象 我们研究这个现象 得出三个法 得出一个 得出三个法 第一 体 第二项 第二用 从体上来讲 就是我们说的法宝 这个事物 有体 从它象大 呈现出的象状 如来藏 具足无量无边 性功 则故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什么呢 佛宝 从它的用大 能生一切事件 出事件 善法 善因果故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僧宝 有这个体 这个体里边 没有 有情 也没有 无情 体大 这个体 产生有情 这是 这个体 叫法宝 这个体 产生了 佛 你可以说是有情 也产生众生 那么能生一切事件 出事件法 这是僧宝 向大 佛宝 体大 法宝 正是有这个一体上的 这个三宝 才产生了 世间的一切三宝 刚才我们分析了 重新温习了 新的生命 确实实是产生 绝和不绝 确实实是产生法 而这个绝 不绝和法 都是由于一个 不变的 一个不生命的东西 在背后 不生命的东西 在背后 才会有 新的生命现象 换句话说 一于一心 有二种门 此二种门 各设一切法 依此辗转 不相离物 你看 新的生命现象 离不开新的真如性 新的真如性 离不开新的生命性 那新的生命性 产生了我们在世间 所看到的佛法僧 辗转不相离过 那这些新的生命性当中 就有新的真如性 如果真如不具备佛法僧 它怎么在新的生命现象 能产生佛法僧呢 换句话说 新的生命现象 所产生的佛法僧的背后 都有真如 真如是一体 一体里边具备三宝 它才能在生命 参与生命的过程当中 形成新的生命现象当中的三宝 我们来看 启西顿是怎么论述这件事情 这个启西顿说 这个新的生命门 能够显示大乘体相用 那新的生命门当中 它所产生的现象 能反映出大乘的体 大乘的相和大乘的用 那你我们看 启西真如自体相着 他在讲完新的生命门之后 他在这里就总结了 为什么我们说 新的生命门 能反映出大乘的体相用呢 这段话就阐述这个意思 我接下来 真如的自体相 真如自体相是一心 是真如门的事 真如的自体相 怎么体现在新的生命门当中 被新的生命门的功能 所产生的现象反映出来呢 他说 一切凡夫声闻原觉 菩萨诸佛 无有增减 非前即生 非后即灭 长横究竟 这是讲的什么 讲的体 新的生命门当中 产生了十法界众生 一切凡夫六道 声闻原觉 菩萨 三加六 九 诸佛 十 十法界众生 全是新的生命门 所产生的 绝和不绝 对吧 那么这绝和不绝 那么 当中 这十法界众生 他有体有相 这个体 无有增减 非前即生 非后即灭 长横究竟 体 是这样一种状态 无有增减 非前即生 非后即灭 长横究竟 相呢 也是这样 这个 十法界众生 都是由真如 形成的 而真如 在形成 十法界众生的时候 他的真如体 和真如相 无有增减 非前即生 非后即灭 长横究竟 这就把 真如的 体 相 用 大家先把体 和相 阐述清楚 你看 如果真如 没有体 相用 怎么能产生 怎么能够 被一切凡夫 声闻 圆觉 菩萨 给利用 给利用起来 正是因为 真如 自己的本体当中 有体 相 用 所以 当他们形成 十法界众生的时候 这十法界众生的体 就是真如 体 十法界众生的相 就是真如 相 十法界众生的用 就是真如 用 所以 十一切凡夫 声闻 圆觉 菩萨 诸佛 这就包括 友情 包括佛 包括僧 包括佛 包括僧 三宝当中的 两宝包括了 同时呢 他说 他的相 他的相 从无始来 本性具足 一切功德 为大智慧光明义 辩照法界义 如实了之义 本性清净心义 常乐我敬义 寂静不变 自在义 如是等 大家注意听 如是等 过横杀树 非同非义 不思义 佛法 无有断绝 这就是法 那你看 真如 形成了 有情众生 佛和僧 而且真如 自己本身 具备 非同非义 不思义佛法 无有断绝 以此义故 明如来藏 一明法身 我们说 如来藏在烦恼当中 叫如来藏 藏在烦恼当中的时候 一切凡夫 生文原觉菩萨 叫如来藏 变成法身的时候 是诸佛 从如来藏当中 出来了 解除了烦恼 两种账都没了 烦恼账和索实账都没了 这个时候 如来藏不再叫如来藏了 不藏着了 不藏在二账当中 索实账和烦恼账 那个时候我们叫法身 它确确实实是具备法 真如具备法 真如产生了友情众生 你看我们说的 十法界众生 同时真如具备 非同非异 不思义佛法 真如是一体 一体里边有三宝 所以它才能产生三宝 所以这一段文字 副次真如字体向着 它为什么加真如 就告诉我们 心的生灭现象当中的 十法界众生 以及 这十法界众生 他们所呈现的像 是什么样 那么这个像 就是我们说的法 你看什么像 从无始来 本性举足一切功德 为大智慧光明 以辩照法界 一如始了之意 本性清净心意 这是真如的像 然后他说 这些像 就是我们说的 不思义佛法 所以这像 体呢 无有增减 非前即生 非后即灭 长恒究竟 像呢 就是从无始来 本性具足 一切功德 你看 叫法身 那么这个像和体 在真如这一边来讲 当你正得真如 成了诸佛的时候 你的法身 这个像 跟你这个真如体 合在一起 不再分 体和像 合在一起 也没体 也没像 那么 那么 所以 我们 心生面 当中产生了 世间的 佛法僧 叫三宝 而这个世间的 佛法僧的三宝 是由于 我们真如体上 具备三宝 所以才能产生 真如体上 具备三宝 所以 他随缘 来到了世间 通过新的生灭功能 参与了新的生灭功能之后 新的真如性 参与了新的生灭性之后 产生了我们世间 然后形成了世间的 佛法僧三宝 那么 真如的 自己本身 具备这三宝 具备这三宝 所以 我们说 一体三宝 产生世间三宝 那么 我们说 学习起义经论 刚开始说 都说 真如者 一言说见利 有二种别 一真是空 究竟远离不识之想 现实体库 二真是不空 本性具足 无边功德 有自体库 那么这句话 真是不空 真如 究竟远离不识之想 这个我们不讨论 我们先说他真是不空 本性具足 无边功德 有自体过 什么无边功德 一切 有情 从他产生 一切法 从他产生 这就是他的功德 所以 真如 自体不空 本性具足 无边功德 这个功德就是创造性 他能创造出人 能创造出法 所以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真如一体三宝 那么 有自体库 本身是有体的 是存在的 他有无边的功德 这个无边的功德 我们给他归为两类 产生法 产生人 我们今天先姑且用人 或者叫做绝和不绝 那么不绝 违背了 真如的 无边功德 所以 称之为众生 很有苦难 受苦 那么从不绝 反弥归物 到了绝 无边功德 在绝的身上反映出来 那无边的 在绝的身上反映出来 所以 佛有无边的功德 所以 真如 具备无边功德 有自体库 这一句话 非常重要 这就是我们 一体三宝 真如是一体 它为什么有三宝呢 就是因为 它有无边的功德 那么 这个真如 参与了新的生灭现象之后 一心而有二门 不相舍利 那么 真如 就是生灭 生灭 就是真如 那从真如 就是生灭 那就由真如 产生了事件 那么真如的 一体三宝 反映在 新的生灭们 所产生的事件当中 出现 注持三宝 关注持三宝 就是新的真如三宝 那 佛法僧 世间有佛法僧 其实 就是我们新的 真如三宝 不相舍利 所以 你在这里 诽谤 此法 诽谤 大乘佛法 就是 断掉了 大家对一体三宝的 正确认识 断掉了 世间三宝的 正确认识 放弃了一体三宝 放弃了一间 一切世间三宝 诽谤嘛 诽谤就造成 大家对他不信 不信 那还怎么解 怎么行 怎么证 所以 没法证 不能证 怎么能成佛果 那大家 成佛的种子 就全断掉了 所以诽谤这个法 这个罪过 是非常大的 欧依达说 罪报之大 甚于 五逆十恶 那么 所以告诫我们 不能诽谤 应该决定信 信这桩事情 你要诽谤了 你就自害 就害他 就把三宝种 断掉 自己 成不了佛 别人 也成不了佛 把三宝种 就断掉 三宝 佛法僧 就断掉了 那么 再往下来 第四部分 叫做 结识 大乘 功德 欧依达说 第四部分 第一份当中 最后总结 显示出 大乘的功德 经文是这么说的 一切诸佛 依此修行 成无上志 一切菩萨 由此正德 如来法身 过去菩萨 依此得诚 大乘 尽信 现在 今成 未来 当成 事故 欲成 自立 递他 殊胜行者 当于此论 秦家修学 使法界的佛 还不是究竟圆满佛 使法界的佛 是破一品 无名 正一份法身 是法身佛 这里说的一切诸佛 是究竟圆满佛 依此修行 成无上志 依据 大乘起心论 所阐述的 修行方法 信节行政 成了无上志 无上志 就是佛志 获得了佛志 那么你看我们注意 佛 这叫无上志 那么 无上志 我们在起心论当中提出来了 色心无二 那么心就是志 色就是法身 由于有法身 所以才产生了色 因为有志身 所以才产生了心 所以佛有二身 一个叫志身 一个叫法身 志身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精神 能力 法身 就是我们说的 形成物质的能力 那么到了佛的境地 志身跟法身合在一起 色心无二 以色 本性及心自性 说明志身 以心本性 及色自性 说明法身 我们学习过这段 那么 所有的色 它的本性 是心的自性里边 自然带出来的 自然具备的 那从心的这角度来讲 我们说这叫志身 因为这个志身 因为这个志身当中 就是精神 就是我们的心 的自性 心的自性当中 本身就带着色 的本性 本来就具备色 这关键叫志身 以心本性 及色自性 色自性当中 本身就带着 心的本性 所以根据 色的这种现象 本性的这种现象 我们管这种本性 称之为法身 所以 他在这儿 启行论说 一切诸佛 依此修行 成无上志 就说成了志身 获得了志身 而这个志无上 就没有比他再超过的 就是我们说的 一切种志 一切志正空 道种志正假 一切种志正中 空假中 这就是无上志 佛具 无上志就是一切种志 看法一切皆空 看法一切皆假 看法一切皆中 空法中 在一心当中灌 在一心当中修 因为 在一心当中修 空法中 空假中 所以正得一心的空假中 所以 我们说 一切诸佛 依此修行 成无上志 这是偏诸于志身来说的 一切菩萨 这是没成佛 菩萨 包括法身大事 正在修行的 这些众生们 一切菩萨 权威菩萨 法身菩萨 别教菩萨 原教菩萨 所有的菩萨 由此正德 如来法身 根据这个 来正德 如来法身 法身是靠正德的 所以它叫无上志也罢 叫无分别志也罢 那么当这个志 正德法身之后 法身是理体 就是理 志跟理不再分了 理志不二 那么 由此正德 如来法身 它是这个菩萨当中 正德的是如来法身 侧中一菩萨 也正德法身 讲的是 佛的二身的另外一身 法身 那么 正德 正德 如来法身 过去菩萨 依此得成 大成尽心 那么一切菩萨 由此正德 如来法身 这讲的是什么 讲的法身大事 所有的菩萨 所有的菩萨 都是靠这个 正德法身 所以这一切菩萨 是什么 法身大事 正德法身嘛 你就是法身大事 所以一切 对法身菩萨 都是靠这个 来正德法身 过去菩萨 依此得成大成尽心 就讲时间了 过去的菩萨 也靠着这个大成起心论 得到了大成尽心 对大成的尽心 正确的心 准确无误的心 叫尽心 没有染污的心 现在今成 现在的菩萨 在今天 靠着起心论 得成大成尽心 未来的菩萨 依此得成大成尽心 现在今成 未来当成 这两句简单说了 应该是 现在依此得成大成尽心 就是现在菩萨 依此得成大成尽心 未来菩萨 依此得成大成尽心 啰嗦 他就 现在今成未来当成 现在指的是现在菩萨 未来指的是未来菩萨 今成就是成大成尽心 当成就是未来成大成尽心 所以你看 一切诸佛 果地上的佛 是靠这个 一切法身大事 靠这个正德法身 法身大事以前的权位菩萨 地前菩萨 靠他来获得的信 未来 过去的是靠他来成信 现在的 未来的 全是靠他来成信 那么 为什么 在正德如来法身的这些菩萨们 我们不说 过去菩萨 由此正德如来法身 现在菩萨 由此正德如来法身 未来菩萨 由此正德如来法身 为什么不这么说 正德法身之后 就没有过去 未来 现在 所以 正德法身 等待一刻起 所有的菩萨们 就没有过去 未来和现在 而没有正德法身之前 我们确确实实是 有时间 有空间的 我们生活在世界 法身 就出时间了 出时间 没有 没有时间的 时间概念 也没有时间的 空间概念 所以 正德法身的这些菩萨们 不来不去 没有东南西北 没有过去 未来 和现在 长恒究竟 那么对于 世间的菩萨来讲 没有成法身 那时之前 有过去 有未来 有现在 那么这些菩萨们 他们获得净信 完全是靠 喜心论的大乘佛法 靠大乘的 有法 即法 来形成了信 世故 所以 欲成 自立地他 殊胜行者 所以对那些 想 成就 对自己有利 或者也利于他人的 殊胜的 殊 就是不一样 圣 就是好的 修行的人 想成就 自立 又利他的 殊胜行者 那么 当你成了佛以后 你自立 利他的行为 都是殊胜的 当你 你如果想 获得一种殊胜行 世故 欲成 自立地他 殊胜行者 殊胜行 你要想 有这种行 殊胜行 你要想获得 这种殊胜行 殊胜行的能力 这种殊胜行 是自立 利他的 自己有利 优利于别人的 这种能力 这种特殊的 好的 超过一切的能力 当于此论 秦家修学 那么 应当对这个 起心论 秦家修学 修就修行 学就是学习 修学就是我们说的学习 习就是修 修学 那么 这就讲出了 我们大乘的功德 修习大乘的功德 带来这么大的利益 一切诸佛 依此修行 成无上知 一切菩萨 由此正德 如来法身 那么回到世间 过去菩萨 依此得成 大乘 尽信 现在 今成 未来 当成 事故 欲成 自立 利他 殊胜行者 你要想成就 自立 又利他的 殊胜行 的这些众生们 当于此论 秦家修学 应当对这个论 达成奇迹论 秦家修学 欧一大师说 此正 所谓 十方 伯家凡 一路涅槃 伯家凡 就是佛 十方 一切诸佛 就是一条道路 进入涅槃门 一路涅槃门 十方 所有的 伯家凡 那就是这 一路 修习 大乘佛法 修习大乘 进入 涅槃门 大家都是一样的 要按照 启心论当中 所说的 这一条道路 去走 无超过法 对吧 像我们说 大乘奇迹 发心 诸根 作证 皆系统等 无超过法 都得走这一条路 换句话说 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还是要走这条路 还是要走这条路 欧一大师接着说 三世菩萨 非此不成大乘 你看就说过去菩萨 现在菩萨 未来菩萨 三世的菩萨 非此不成大乘 尽心 没有这个大乘奇迹论 形成不了 对大乘的尽心 顾欲 顾欲 欲成二例行者 所以 劝那些 想成就二例 的行人 又自理又理他的 这些修行人 必当 秦修学 一定应该 秦家的修学 秦家修学 此四段文 即顺 四西谈说 可准四知 四西谈 四西谈 第一 叫世界西谈 第二 叫众生 西谈 第三 叫对峙 西谈 第四 叫第一 西谈 那么 对峙 西谈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对峙你的错误 千万别干这件事 若于此法 生诽谤者 获罪无量 于阿僧几节 受大酷脑 事故于此 因决定性 勿生诽谤 此海海他 断三毛终 对峙你的诽谤 对峙你的诽谤 这是对峙 西谈 那么 下面 他说 这四段文字 顺应四西谈 那第四段文字 就是一切诸佛 由此修行 成无上至 一切菩萨 由此正德 如来法身 这段文字 就叫第一 西谈 这个 大乘 启心论 这本书 他 西谈就是 杜托的意思 他能给我们 第一 西谈 彻底的解脱 第一 就是彻底 让我们成佛 第三段文字 借诽谤 获大罪 这叫对峙 西谈 别是文思修功德 叫各个为人西谈 各个为人西谈 每一个人 你要文了 你得什么利益 你要思了 得什么利益 要修了 得什么利益 那么第一段 总劝文思修 就是世界西谈 世界西谈 那么 让我们 让我们 完全是 用世间 的语言 让我们对 大乘 起信 产生 欢喜心 叫世界西谈 顺着我们的 凡夫的 世间的情绪 说出这段话 让我们高兴 让我们对 大乘 起信 产生 信心 让我们开始 思维 修习 听受 劝文 完了以后 各个为人西谈 对治西谈 和敌意 西谈 他说 你要想 对如来甚深 境界广大法中 生尽信 绝解心 入大乘道 无有障碍 与此略论 当勤听受 思维修习 当之世人 决定 速称 一切种制 那一提完这个 不就高兴吗 再往下来 若闻此法 不声经部 当之此人 定绍佛种 速得 对于那些 专听着法的人 得了什么利益 得了什么解脱 下边 假使有人 花三千大千 世界众生 令助十善道 不如于虚 请正思 此法 过千功德 无量无边 这是思考 大乘其心论 大乘佛法的人 得的利益 最后还一个修觉 修会 这叫各个为人西谈 一个一个的 分成三类 门思修 第三 借诽谤大乘 对治西谈 对治我们的毛病 对治我们可能犯成错误 防止我们犯错 第四 第一义西谈 跟你把话说到底 和盘多处 修习大乘其心论 就能成佛 就能成法身大事 就能成大乘尽心 所以我们应该倾家修学 所以此四段文 即顺四习谈说 可准次之 可以依据这四段文字 我们来考虑 是不是符合四习谈 所以讲到这里 大乘其心论的五分 就讲完了 二 正说五分净 净就是结束 作因 利益 解释 修信 利益 五分就说完了 然后 最后一部分 结诗回向 结诗回向 结就结束 把这个功德 不失 回向给 回向给谁呢 回向给众生 回向给 广大众生 所以说 我今已解释 甚深广大义 功德失群生 并见真如法 欧益大书说 出二句 节前所说 我今已解释 甚深广大义 总结前面所说的 我今已解释 甚深广大义 我已经看了这件事 甚深广大义 第三句 以此功德 普失群生 功德失群生 这些 没有觉悟的众生们 我要把功德 回向给你们 普失给你们 为了你们 我这样做 我做的这些功德 全是为了你们 全给你们 第四句 回向真如实际 另见真如法 第三句 回自向他 我自己讲的 但是我给他人 第四句 回向实际 那么 回向真如实际 同成 究竟 大菩提 所以最后一部分 就是 我今已解释 甚深广大义 功德失群生 另见真如法 欧毅大师 把这个 这段文字 总结为 三恶回向 结诗回向 那么 学到这里 启行论 就算 学完了 这是最后一句话 那么 回向 结束 所以你看 启行论 结束完了以后 又回向 回向给众生 回向给真如实际 那么 讲到这里 大乘其心论 就学习完了 所以呢 我们这次呢 我向大家 汇报这个 学佛体会 是第四次 汇报 利用了 大概 一百多个小时 向大家汇报了 学习大乘其心论 的体会 还没完 因为我是从 新的生命门 开始讲的 新的真如门 没有阐述 所以下次呢 我还会继续的 学习 继续的 向大家汇报 所以呢 这次呢 学佛体会 第四 学习大乘其心论 的体会呢 就向大家 汇报到此地 谢谢大家 我还会继续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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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